当然除了我刚刚提到了这个能源合作和气候变化之外呢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有很大的一部分讨论的是双方的经贸问题 刚才在前面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已经为您报道了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表示 两国经济目前都面临着新的挑战 而中国副总理汪洋也妙语如珠啊 他形容美中之间的经济关系就像一对夫妻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而且美中两国不能够走上离婚的道路 因为这代价太大了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立刻连线人在美国财政部的VOA卫视记者斯阳 请斯阳来为我们掌握现场的一个最新讯息 斯阳您好 嗨 您好 东宁 好的 斯阳马上就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 这一次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在经济轨道的部分有哪些具体的内容 斯阳 好的 昨天呢是讨论的是投资和贸易的问题 然后在那个昨天经济轨道的开幕式上 美国财政部长杰克鲁说 他说美方关注的是美中贸易的平衡 以及商业网络的盗窃 以及为美国的公司谋求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那么谈到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 就讲到了双边的投资协议 那么这个问题大家一直在谈 但是这次能不能取得进展 大概应该是这个会议最新的东西了 然后呢他们说的是中国方面呢 就是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一直在稳步增长 那么美国公司在中国呢 他们觉得好像遇到了市场转入的问题 那么今天在谈的呢就是金融改革 那么比方说是那个中国的省计制度等等 然后我现在就是马上八点半 要开始的是这个双方的CEO的一个圆桌会议 东宁 嗯好的刚才我们也在前面看到了您的报道说 这个台政部长杰克鲁认为 目前经济中国经济最大的挑战 来自于他们的经济改革 那不晓得美方是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改革呢 思杨 对了杰克鲁说那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呢 现在赖以增长的这个那个模式呢 就是说是低廉的那个劳动力和政府的巨大投资 以及那个以出口为导向 但这个呢随着中国的那个工资越来越那个增加 然后劳动力人口的下降呢就只有难以为继了 但是呢美国对这个中国目前政府所做出的一切承诺 包括那个经济改革呢 他们觉得好像还是蛮蛮受到鼓舞的 他们觉得这个中国如果经济改革成功之后呢 是对美国有助于促进美国的这个出口 所以他们还是比较期望的 好的另外我们刚才前面也介绍了 这一次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的表现 很令到大家注目 他可以说是妙语如珠 还用夫妻关系来形容美中两国的经贸关系 说美中两国不能够离婚 那么您在现场观察 美国人是怎么看汪洋的呢 思杨 美国人对美国汪洋说 汪洋就是让他们觉得是一个比较幽默风趣 而且比较容易相处的一个人 然后他们形容这个杰克鲁和汪洋之间的关系呢 觉得他们建立了这个 已经建立了一种工作联系 不过呢 相对于这个克里和那个杨洁篪的关系 他们形容的是他们两个相处的非常融洽 而对于杰克鲁和汪洋 他们只是说已经建立了工作联系 是这样的 好的那么思杨 您在这个采访的现场 除了看到汪洋跟杰克鲁之外 还有哪些美方和中方的重要官员 他这一次的美中战略与积极对话呢 思杨 美方的伯南克 然后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然后是商务部长 包括那个USTR的是 是那个美国贸易代表 那中国方面呢 是中国银行行长那个周小川 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 然后还有那个财政部长等等 他们都带了 所以这次是比较顶级的 这个高层官员的会晤 好的非常感谢思杨在美国财政部前面 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 稍后在财政部举行的这个 圆桌CEO会议呢 思杨也会为我们带来最新的报道 观众朋友们可以登入 美国真意的中文网 关注我们有关于第五轮 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